好 那我们接下来 讲一下那个 刚刚讲那个广播的问题 就是我刚刚这个艾友 艾友他有几秒钟的时间 他会 你执行那个积木的时候 他会占用这么长的时间 那同样的 你在说讨厌的时候 他也会占用一秒钟 所以你这整个执行完 大概会是 这个部分大概是两秒 而且他是先说艾友 然后才说讨厌 所以你会感觉到有时间的 那个照顺序波的 那个时间的差别 那如果你今天我想同步 我想这两个同时出现 然后不要耽误到主层次的 移动的时间的话 那我在 这边 在事件这边 这里有几条指令 这个叫广播 广播跟接收的概念 那广播跟接收的概念 有点像 有点像副城市 有点像副城市 那或者说有点像 你有那个侍从兵 你要做什么事你就叫他去做 然后他就不会耽误你的时间 你就继续做你的事 但是是从兵会做好你交代他的事 好 那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做成广播 哎呦 好把这个做成广播 那所以我这边呢 我遇到刘德华 我就广播一个讯号 好我自己打一个字进去 好 那广播一个讯号 那广播一个讯号之后呢 如果 如果 如果这些人要做动作 那要做动作的人 就要去做接收的动作 好 要做动作的人 就去做接收的动作 那我今天 把这两件 两个动作 两个动作 放在 分开 用两个广播来接收 所以这两个是同时会发生的 好 而且我是放在小猫身上 所以 这个广播这件事情 一广播是全校都听得到 好 全校都听得到 但是只有身上有这个接收指令的人 他要做这件事 就像我们在学校广播 邱文胜请到教务处 那全校都听到这个广播 但是只有邱文胜会做那个动作 好 所以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现在把它放在小猫身上 而且两个分开来放 所以这个广播时间一广播的时候 这两个同时发生 好我们来看一下 哎呦 哎呦 这个字跟那个哎呦 同时发生的 同时发生的 好 那如果说 我把这个碰撞的哎呦 放在刘德华身上 行不行 刘德华必须有那个声音档 如果没有声音档 你就要再补入一个声音档 所以我们把这个说拿过来 拿过来好了 所以现在刘德华身上 有说的这个 有那个接收到碰撞事件以后说讨厌 然后小猫这边我把 也可以放 但是我把它拿掉 这样各位比较分得清楚 小猫这边我有入声音档 所以我就直接说哎呦 所以现在呢 当我执行的时候 哎呦 讨厌变成这个人在讲 哎呦 然后哎呦是小猫在 发出来的声音 好 所以这个广播是可以跨角色的 我今天碰撞到或者产生一个事件的时候 我谁要做动作 我就谁去做接收的动作 好 这个是广播的用法 那同时它有一个 同时可以同时产生 不会有那个照顺序执行的问题 好 这个部分给各位参考一下